怎么打通了 打通了 好了好了 小姑娘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好吧 师父在这里 乖一点 开心一点 有的时候 人生就是 人生就是要越过 一个一个的障碍 对不对 精神上很多的障碍都要越过 你越不过去 你就感觉到痛苦 你越过去了 就不会感觉到痛苦 明白了吗 乖一点 乖一点 听师父话 乖一点 好吧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不许哭了 听得懂吗 OK 好吧 要问一下师父 我们那个 我目前的困境 难度过吗 你自己首先要想到 你自己念经念的好不好 修心修的好不好 你守不守戒 你坚持了多少年 因为你要记住 种下去的任何因 它有一段时间才能有果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有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困境过得去 过不去 你自己首先要想到 菩萨会不会听到你的声音 一定听得到 我知道 你知道吗 就好了 所以你的困境吗 就是自己受报呀 受报之后了吗 就好了呀 你说哪一个人不是先苦后甜的 对不对呀 明白了吗 你要坚持的呀 很多人坚持不了就没办法了呀 明白了吗 明白 有的时候人生就是在苦难呀 苦难当中啊 你说人生出来为什么就哭了 就是因为他到了这个世界上 他觉得举目无亲了 明白了吗 他过去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所以你们现在 不管怎么样 要对今后将来要有新的希望 要看到未来 明白了吗 嗯 听得懂吗 所以人生要 能够看得到未来的人 他才有希望 人生要是看不到未来 他没希望 明白了吗 嗯 这是我 这是我大卫关心 我大卫关心 没修好 对啦 你记住了 没修好 没修好的意思是什么 知道吗 没修好 所以你就不会得到护法神的保护 不会得到护法神保护 你就走自己的命呀 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吗 啊 明白 啊 自己要懂事情的呀 啊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修心 这个真的是个不容易的事情啊 任何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越过自己的障碍 那是最不容易的了 明白吗 心理障碍 而且呢 自己呢 一会变化 一会变化 一变的话嘛 你就是 人家说不能如路不动呀 如果如路不动的话 那当然你的命 也不会动了呀 啊 如果你要是现在整天的 一会这样 一会那样 你当然了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呀 改变了吗 你苦的时候就受苦了呀 明白了吗 真的 好好的接受教训吧 因为任何人的懈怠 不好好修的话 都会有报应的 我讲话 你听得懂不了 听懂 你说你怪谁呀 对不对呀 啊 就是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 好好的 好好的改变自己呀 明白吗 嗯 不能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以后不能再 以后不能再懈怠了 我告诉你 你看看 你看看很多人 你看看很多人多好啊 对不对呀 人家就是如路不动 一直修 修到今天 不是很好啊 对不对呀 你自己呀 哎呦 菩萨怎么不灵啊 不修了 好了 那不倒霉了 好了 嗯 就是我以后 有去澳洲的机会嘛 记住了 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有没有机会 努力是最重要 努力了 不成功 那就叫没机会 努力了 成功了 就叫有机会 我讲话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 要经过自己的努力的呀 师父也是这样的呀 对不对呀 师父经常也是这样 我经常 就是鼓励自己了 要努力 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好好的努力 成功不成功 人家有一句话 中国传统文化讲 对不对呀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实际上你自己想做一件事情 最后的结局 也是菩萨给你的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 去努力 你连自己都不想去努力 你怎么能成功呢 成功永远是属于努力的人的呀 明白了吗 要乖一点的 好吗 哭是没用的 哭的人 就是很容易变化的人 所以为什么你说 男人成功的人多 女人成功的人少呢 对不对呀 你告诉我呀 对不对呀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男人 他不哭 男儿有泪不清谈 好好的去努力 他能够成功 你看看像你这种情绪 这么容易激动的人 一会儿哭得来 一会儿这样 你记住 凡是到师父这里来 激动得不得了的人 就是说呀 师父啊 我一定要好好修啊 怎么怎么 很激动的人 我告诉你 也比较容易退转 不是全部的 但是至少25% 听得懂吗 你看你 你看看你为什么要叫你不忘初心啊 对不对呀 放得始终啊 你就是 你想想看你刚刚学博 刚刚懂得佛法 心理法门的时候 你看你 你卖力吧 激动吧 感动吧 也跟今天一样啊 你为什么现在会退转啊 为什么现在会 不好好修 不好努力啊 要我忙啊 没时间啊 现在懂了吗 心动了 一切都是自己的业上 对了 不能这样的呀 人们自己造阴啊 自己造业啊 就是这样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师父 我不再有那么多时间了 我没想到今天能打算 我又没有指质好一页 我 好了 我先挂了 再见 再见 人要想那个 不犯错 就是在阴上要特别注意 希望每个人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后悔 很多人一辈子做事情就是活在后悔当中 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怜 明白了吗 所以每一个人全部都要改变自己 一定要学会改变 如果任何一个人你不想改变 你实际上就在走下坡路 如果你想改变了 那你就是彻底的啊 跟自己的业障啊 啊 彻底在这断绝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想法 都有很多的烦恼 你有没有想到 我把他 是他 你带来 是你带来